歡迎觀眾朋友 繼續帶來關心最新新聞 一部尚以嘉義七的微電影 不老城市 怕皮完形 在星期五正式上團到YouTube網站 去面中近三萬民眾點多關心 嘉義七是高齡優先下七的喜歡下七 繼續率先以微電影 選擁近路 情路 健康 本路的高齡優先進行 讓民眾看到高齡優先下七 也再次看到長萬萬立的本路進行 透過的電影影響尚三十地攝 最近幾年來新聞苦逝 大家是很緊張特別Hit微電影不老城市 是以音樂故事出發 共音樂 親近和優情的動靈故事 這禮拜電影上團到YouTube網站之後 馬上到將近三萬的人關上 就連看過的民眾都非常感動 我剛剛看完這部電影 然後對這個電影的印象還不錯 因為之前嘉義四好像沒有拍過 類似的微電影去行銷 之前的文宣都可能讓人家印象不深刻 然後這次的微電影融合了那個劇情 就是有故事性 然後特別是有音樂的元素在裡面 像爵士樂跟國樂的混搭 而且這樣子一方面可以引起年輕人的共鳴 一方面也可以讓老人看到會會心一笑 因為那些國樂的那些樂器 其實是在老一輩的心目中 是一個有相當分量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結合這兩種元素去行銷 是算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電影 我現在上場的不老騎士 就有嘉義七出的微電影不老程式 都是說當下勇敢豬邦的精神 嘉義七是高齡優勝蝦七的食環蝦七 繼續再生一微電影 傳到高齡優勝精神 讓觀眾看到高齡優勝蝦七 也再次看到中文發力的不老精神 電影已經是星期五上傳告YouTube方式 請願聽大家共同分享 嘉義七的不老精神 這次我們就要的下期 開玩笑 走走